Aunt 最壞是嗎? 沒禮貌 欸他在動欸 他在動 啊活著當然會動 這個就好像想到一個保鮮食品 蛤?什麼關係? 這個阿? 真的喔 這要什麼嗎? 這不是一堆嗎? 蛤 什麼樣的保鮮食品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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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喔!只有醋飯 這一口就要一千塊錢 欸!只有醋飯很難吃... 得到耶 哈哈哈哈 醋飯有適合應對的 適合應對的那個生育店 還有它的食材 嗯 我這樣講人要有一個禮貌 不管這家店好吃或不好吃 就像我去外面吃飯 我會很尊重 欸!還是 就這樣味道相當不錯 但是 大家好 手掌大 這一個幾斤啊 這一個大概1.83斤 3斤喔 這麼重 等一下!它吃住我了 這不是你最愛的嗎? 不是啦 你晚上就是都這樣玩 我夾住了啦 夾不開了 太Cade啦!不要再演喔 真的啦!我沒有開玩笑 不要再演喔 你幫我一下 趕快啦!我真的被夾住了 這是假的 喔!我能幫什麼 等一下兩個人被夾住 一個人被夾住就好 我看好痛 好痛 真的很痛 我沒有開玩笑 不是啦不是啊 我... 我看錯一個洞 我吸住了 好痛 我現在怎麼... 不是啊 我是不是要拿什麼菜刀還是... 來來來來 我拿刀子 我拿刀子好不好 我拿刀子好不好 我出來了 我拿了啊 出來了 我看... 破了 你看我沒看到人生 他要跑走了欸 你看 他在夾啊 你看他在夾欸 剛才郭師傅生下去被夾住啊 這個是懶快睡著了 不是大家都一樣的 不要吹他 被吹壞是不是 沒禮貌 他在動欸 他在動 他活著當然會動啊 那是他走路的黏液啊 變態 這隻睡著了 這隻 這趕快煮了趕快煮起來 這趕快煮起來 這大小隻怎麼差那麼多 這隻老 活鮑魚 這個就讓我想到一個那個 保鮮食品 這個啊 這叫什麼嗎 這不是一堆嗎 什麼樣的保鮮食品 B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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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因為他有含有大量的維生素B啊 喔 喔 有B1 B1跟B12 分享一下 對對對 欸這樣就好了 汆燙就好了 我要先把那個 然後到時候再丟這邊 喔 欸 蘿蔔欸 是吸那個馬西複雜質嗎 對對 同時那個蘿蔔會軟化鮑魚 喔 對對對 蘿蔔的軟化效果 所以這個還蠻關鍵的 感覺很重那樣子 一顆三斤 喔 所以他是先這樣 東西是這樣子 殺青啦 這是殺青的動作 那個叫 先拉離殼 喔 離殼喔 黏液 對啊 殺青也是這樣啊 像這時候有一些 因為一些生動鮑魚 也是要像這個過程 對 然後先炸掉黏液跟細菌 淋皮表細菌以後 沒錯沒錯 他再冷凍 也沒有熟 他們叫殺青 殺青而已 然後這個狀態是最好的 只要不會有異味啦 應該是鍋子放四顆 那你剛才 鍋師傅剛才是說 一鍋至少要十顆 才有那個味道 會保留住 鮮度才有 味道很讚 然後你看都是活煮 很讚 因為最主要他 每顆這種都非常老 這個死掉就不行了 死掉就做掉了 死掉 他有一個時間性 但最主要是 還是說他鮑魚的那個鮮味啊 對啊對啊 他細菌就開始在作用 味道就出來了 因為以前 我在鮑魚 跟他拿那個 冷凍鮑魚的 他們不要的啦 有時候還會動喔 可是你拿回去煮 已經不好吃了 太腥味老了 對對對 他還活著還會動 可是他 他沒知道那個不行了 我就很好奇 就拿回去吃 真的就是一個腥味 他其實就已經快死了 內臟應該已經受損 或感染了 對啊 我一說才賣6500 啊 那你在餐廳市 可能要破壞啊 有啊那個 赤本料理店你活活 這樣貼辦的時候 點一顆就上萬了 就上萬了 不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品種 是這個 還不是這個品種 澳洲的吧 澳洲黑包 這個就真的很大 這個是澳洲黑攀包 對 這個是比較硬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 還好 都一樣就對了 都一樣 OK 到時候我要把他取下來 冰鎮這個直接很重 啊內臟也是一起煮嗎 對 內臟會流嗎 內臟會軟化他的那個 是 那個 有的就不吃內臟 那個讓我們這樣下去 好 緊緊要小心 因為下面很刮手 所以手要很小心 很胖吃不行 對 肥嫩 這殼大概佔幾%的重量 佔了百分 大概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而且我跟你講喔 老殼會產生很漂亮的 很像珍珠文 光這個殼就賣兩千了 賣誰 一般人要買的話就兩千塊 紀念品的 對對對 因為這個非常多 要老的殼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收貨的時候 就是這個家人 那我現在這個殼包 我記得要取殼 要透了 像這個下面 破壞它的真空 對 它沒有下面它黏住殼的部分 它會離開 它自己會離開 殼燙它就 對燙它會離開 就跟那個燙那個龍蝦 炙燒龍蝦可麗 炙燒龍蝦可麗 一顆 一鍋至少十顆 如果是那個小 之前那個比較小 三千那個 不就是這樣換更多 對 它好像要三十斤 四十斤 等於是 四十斤這樣 對那個 對那個水量 對對對 一兩百多 因為最主要是 越多顆味道越好 那你上次熬完 都不能這一次再用嗎 不行 因為你都已經包進去了 對對對 水到時候熬了會不會剩一半 就剩到三分之二 三個冷水煮成一碗水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會煮掉三分之二 但高湯就可以進去 了解 會濃縮 比較厲害的做 不用再加什麼茶魚 什麼都不用 就太天然的 天然的味道 你開始這樣煮的時候 是蘿蔔跟那個 蘿蔔有甜嘛 鹽也沒有嘛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就是說 再把它下鹽 下鹽就一定要喝 對對對 先煮軟 甜味先煮軟 變成湯汁 湯再煮進去 再煮進去的時候 才要下醬油 那是調味的 對對對 那我的調味很簡單啊 味鈴 這味鈴跟 你不是說不能下 味鈴可以先下 酒不用 清酒那些不用 酒跟味鈴可以先下 喔 等於醬油有鹹的最後就對了 對 對 也是上色嘛 就是比較默色這樣 應該是說 我要這樣解釋好了 味鈴跟醬油是讓它 醬油一定放最後 那味鈴跟醬油是在煮的時候 讓它保持它的蛋白質狀態非常高 喔 水中蛋白質會比較高 對對對 不會刺出這樣 對不至於刺出 然後甜味會比較穩定 嗯嗯 清酒就適量比較好 因為主要在煮的時候 它也會蒸發 對會蒸發 有點像其 OK 就這樣嘛 好 然後這樣就是大概十分 慢火十個小時的熬煮這樣 八到九 八到九 十個小時是 如果說今天我煮二十顆 一個晚上之後 它還是像活肉一樣 嗯 那我故意放在鮑魚殼裡面 跟它一起齁 那會產生很好的香氣 沒有真空鮑喔 你不是用真空鮑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活鮑魚料理 那一般的話真空鮑 那一般的話真空鮑 這是生的 對這是生的 生的 生的來做握的時候 是才有意義啊 對不對 我誤會 我以為是你剛才那個餐品 來喔來喔 入口的餐品 一口萬斤啊 然後因為我有做鮑魚乾的醬油 等一下會配合鮑魚乾的醬油一起吃 沒有另外熬 生的去熬的 沒有對對我醃製起來 昨天有做 所以今天很幸運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 乾醬油 這是昨天做的鮑魚乾 生乾做的醬油 不好意思喔 我們為了有沒有那個飯 這一道道 就吃個一些 醬油 醬油 沒有醬油 就是這個而已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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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chops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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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說郭忠祐不會握壽司 因為我沒有適合的飯可以挖 來吧 鮑魚的握壽司 好 然後沒有飯好 不要太好 鮑魚乾的醬油 因為鮑魚死後的一天之後 它甜味會更好 昨天也很好吃 那今天會更好吃 還是活的喔 剛剛肉還是會動 還是活的狀態差 現在是生嗎 還是生死 生死 你都沒有經過活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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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用手拿也沒關係齁 直接吃 沒有醋飯的齁直接吃就好 這樣不會醋飯天條 會動手動腳 這個你們不會動動腳 身體會動 這是另外次元的東西 另外是醋飯 裡面是乾杯椅 所以它跟它會非常搭配 不是淡水化入的 還是一口 是一口嗎還是分 這口 這口太適合 厲害喔 好尷尬 吃起來很貴耶 非常貴 我跟你講 這口最後一千塊錢 這醋飯很難吃得到耶 熟成厚的干貝 然後搭配鮑魚 鮑魚要到隔天才會這麼軟嫩 然後下刀的時候要側下 乾貝又加了這個鮑魚 一般你活的鮑魚來做是不可能的 然後上面鮑魚乾 跟要薄的鮑魚乾 所以剛剛有加了乾醬 對 可是這味道是全天然的味道 而且你發現喔 好的鮑魚乾 你還貌又立起來 對又立起來 好的鮑魚乾 對 所以這很直接 你等一下就會發現你整個精神都來了 這很貴耶 吃下去就覺得有心態病的味道 這真的是很難吃 不過坦白講 這樣一罐就一千塊錢 哇 一罐 就是一個就一口就一千塊錢 乾貝也對 因為它下面 它裡面不是醋飯耶 它裡面是 它是干貝 它是干貝耶 就帶形狀相處 同時間你要有熟成的干貝 同時間你要處理很好的鮑魚 那這件事是最難的 而且你鮑魚又不能割蟲 割牙耶 最誇張這鮑魚是超過25年 非常少 我在工作這二幾年來 這是第一次我用過最大的 所以味道相當 是干貝的那個鋼味先出來 鮑魚香味是不是要從後面上 鮑魚類不會馬上吃 吃轉嘛 慢慢攪 放干貝的那個鮮甜 美食的層次感是 會從一個味道再轉到一個 前韻後韻 前韻後韻 那並不是你吃 好吃可以 不是 是你慢慢比它過程香氣 或在你嘴裡香氣呈現 對啊 就好啦 大家最近在聊醋飯嘛 我講句實話 醋飯有適合應對的 適合應對的那個生育店 還有它的食材 還有它的食材 很多人說那為什麼 或是不做做臥壽司 那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做的是熟成魚 熟成魚的味道是觸飯跟不上的 這是實話 我講實話 適合做臥壽司 有適合做臥壽司的魚肉 適合單吃有單吃的魚肉 熟成有熟成的魚肉 所以不要把它混淆了 它本來在料理裡面是分開的 所以觸飯當然要說 硬材絲飯就對了 對對對 例如說有的人觸飯煮的比較軟 中南部他們煮的比較軟 因為他們用的生魚麵他們就是鮭魚 還有簡單的鰭魚跟鮪魚 所以它要比較軟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已經習慣那樣子的口感 口感 對那你看北部在基隆這邊 他喜歡硬一點 就會比較Q一點 對Q一點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被浴飯糰教壞了 浴飯糰就是比較冷又硬 我跟他分享 壽司店的握壽司的飯 絕對不會跟凍飯的飯是一樣的 對啊 要激出這件事情 這兩個是分開的 雖然都叫粗飯 對還有我們講的丼飯 一樣都叫那個壽司店 你丼飯裡面也有用熱米下去做的 不用醋 所以這概念上很多人不懂 應該說主角他是飯 他是要襯多這個魚 而不是說你純吃醋飯 對還有一個最重要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丼飯好吃的話 飯是溫熱的 溫熱的 那才好吃 可是不是每一家生魚片丼飯店都有嗎 沒有 記不記得疫情的時候 我做生魚片丼飯那個碗 裡面溫飯 那就是我堅持了 我用台灣的米用溫飯是最好吃的 而且我是用糯米跟我們的西米蝦去調 喔他吃起來會有一點QQ 然後有點黏黏 對 他適合搭配熟成魚的飯 搭配熟成魚的飯要另外調過 並不是那麼單純 不是一種飯就可以煮任何的飯 所以很多人問我 我不想在自己頻道去分享 因為有人說不夠酸 我說那你要吃壽司捲那個就夠酸 你如果是壽司捲 那飯是足底 醋 對你要醋要酸的 酸的原因是我們吃習慣用公盐醋做的 酸的飯 對 可是有人就覺得應該吃那樣 對有些人應該吃慣了 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我的飯不會有醋味 但是我醋香氣 對啊 而且用的是米醋 然後QQ 對 那又用赤醋紅醋 那悶法也不一樣 譬如說我要吃溫飯的時候 我是在鍋子裡面 我不能讓它吹風 然後用那個包起來 對要燜一下 蓋起來 保水 然後燜一下 微溫的時候給客人 那你看當時我們之前做的丼飯的米 對啊 就是熱的 為什麼 因為熱的飯 會讓我們的生魚片慢慢它的香味混合 那醋的香味上去之後 會增添生魚片的味道 對 你要去調整你要的 當然我要做的話 這裡面的那個昆布啊 糖啊 都有特別調過 事情沒那麼單純 你要做出來的丼飯 是要符合你的生魚片類型 嗯 並不是說什麼都可以只有一個廚飯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在評論的演員也好 或者說正在做人也好 我覺得都要去了解這個事實 對啊 我覺得就是不是說啊 你覺得不好吃 然後就是 對啊 哪種好難吃 我這樣講 人要有一個禮貌 不管這一家店好吃或不好吃 就像我去外面吃飯 我會很尊重 欸還是 就這樣味道相當不錯 但是 就分享我的想法 嗯 我會說欸你要不要試試看 真的可以放上去的 對 真的可以放上去 無所謂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不是批評 你如果只是批評要賺流量 那沒有意義 我覺得那不是真的是 那對他很有意義 對 對 對 還有每一個廚師做的東西 其實都有背後的用心 我們都是尊重的 也許他有好吃不好吃 符合你或不符合你 我沒有沒有 就是可能他那個廚師他會這樣做 是因為他自己在嘗試過後 對 他的理念想法 那樣子搭配起來可以比較 就是表現他要表現得到 對 廚師有兩種 一個是我會考慮到客人的想法 一個是考慮到自己的想法 我講呈現這樣的作品可以看 對 你不要走 好像藝術家 對藝術家的話 像米其林的廚師他喜歡 我呈現我的想法 我堅持我的 你來吃我的菜 我不管你合不合我的口味 但是我的構思給你 就是畫絲跟畫醬的餐廳 對對對 那還有一種廚師 我考慮到客人今天的需求 因為我今天有考慮到我小孩給你好吃的味道 那會先跟客人溝通 大人啊小孩吃啊吃辣不吃辣的 對 什麼吃辣不辣的 考慮一下 但他不是做最頂級的料理 但卻是進入人心的料理 溫暖的料理 所以每一個人要的不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 只是立場不同 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 但是要學習尊重 非常棒 太好了 真棒 我這個CC過了一年變成熟了 沒錯 看今天有多幼稚 沒有不會啦 他是一個樂趣 雖然死在過去這麼很多 嗯就是 不是很成熟的 對於面對人身上 不會不會 沒有足夠成熟的 傷了多少人你自己講 沒有足夠成熟的處理 果然是海王類 海王 我不是海王 你有沒有幫我亂下注解 沒有 湯池湯湯主 湯湯主 我是吃貨 吃貨湯主 沒有只是純分享 絕對沒有任何在那個分享 但是 有件事情是真的 很多事情 在我沒有看到的地方 他是更深入的 所以你去評論 當下 你要真的去了解他 再去評論 我覺得也要思考 真的要懂 美食評論家 有他的道理在 他也是做很多功課 我坦白跟你說 真正的美食評論家 他會在紀錄的過程中 他不是批評 任何在旁邊服務的事情 就是相對客觀 對很客觀 他會講說這個東西怎樣怎樣 他會去猜測之後 這廚師到底要表達什麼 他會去解釋說 這個廚師是表達什麼 但是 是不是適合他 他不會講 就像我 我剛剛說那個蝦子 我也不會說那個 阿坤就是 養的蝦子有夠難吃 你再出題了 他不懂影片 我可能就是 沒有啦 那不是我喜歡 因為客觀也是對一種男子 他故意過手 對這個問題就是郭師傅 為什麼 廚師就是最大的問題 啊真的是 他要公平 他要公平 他把他最醜陋一面 先給我們看 他是故意醜陋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要公平 就是一起住 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屬 呈現蝦子好不好吃 呈現蝦子 他各自的特性 各自的特性 對 那下次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再來 OK 很多想法 很多欸 我最近因為工作上會比較忙一點 但是如果說有這種 這種要提早跟我講 我們都可以分享 像那個 真的是在工作上忙嗎 還是在拔 對喔 工作是拔嗎 喔喔 終身置業 對啦 就跟減肥是女兒的終身事業 沒有對錯 只是立場不同 沒有 我最近有點餓 有沒有 沒有啦 就是說 剛有這個機會啦 我覺得 這本來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剛的生食 你有發現 如果處理了好 他還是非常不錯 而且我以為那個鮑魚會 因為他很大 又 我通常覺得很大的東西都會牢牢 很硬 他很Q欸 就是他 脆脆的 然後又有點QQ的 你有聞刀入那個 燉筋面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從結理的方式 我跟你說齁 其實就是切的方向 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不懂 鮑魚的 所以是 有點像逆紋的這種概念嗎 鮑魚是 上下紋路 所以你這樣薄片薄切 逆紋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個尖 所以他雖然 脆脆的 但不會老 我剛剛看的時候你們是一片啊 然後拿來做過壽司 他是上下紋就對了 還有 所以你一般的這樣切一段一段 是會 昨天晚上啊 我把它放在鮑魚殼裡 鮑魚殼是香的 它有天然的香氣 你可以自己聞看很香 所以這也是料理的魚殼 對對對 天然的香氣 然後你讓鮑魚的味道 能夠一直累積在裡面 我鼻子壞了 要不然你先舔看 我鼻子不單純 不要啦 然後我就這樣子 把它封在裡面的時候 讓它保持一定的濕度 然後讓它 它現在還活著 你再打它就動 所以鮑魚死後 大概兩天之內 它就是 還在活動 細胞還沒完全 所以這時候生食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說要做熱食的話 我還是建議 如果讓它味道更完美的話 就是用 那個 機煮的方式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 那是安全 對安全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個手法比較難 就是說 而且生食不是每個人可以接受 對 而且乾醬油一定要活 而且不知道哪些乾是可以做醬油 那些乾水不一樣 對 所以料理還是有它的手法 今天聊到 今天醋飯為什麼不用醋飯 因為醋飯搭不上包 不配 不配 只能搭 接近不了 香性 吃菜有它對應性 如果沒有對應到 都沒有用 今天我醋飯 做的再好吃 用冬川的米 冬川的水 我也配不上這鮑魚 我坦白說 這個鮑魚它是 細細品味的東西 那你醋飯可能它 第一個搶味 第二個搶酸 第二個酸會影響它的甜 第三個它 鮑魚育酸 你就配不到那個鮑魚的香氣 而且沒有相輔相成 我們舌頭可以先利用干貝 帶出你想要欲望 然後再品嘗鮑魚 所以難怪我們去吃回傳時候 都給那個貴妃鮑 新的那個 那你知道貴妃鮑什麼做的嗎 那你知道貴妃鮑什麼做的嗎 我知道啊 那個大鮑魚啊 對啊 它是鮑魚啊 對啊對啊 所以你買到的貴妃鮑都四四塊塊 它就是切一塊肉這樣子 那就是本身這個都一個不適合 它不是鮑魚 它很新 它味道很新啊 如果我們去迪化街 我還可以跟你講 什麼樣子才是鮑魚 什麼樣子是螺肉 有的好像是鮑魚形狀 那也是灌漿的那種 對它也是螺 它是螺螂 不是有的是用模型 對灌漿的 又魚漿的更厲害 從來都不吃那種東西 你會發現它一顆一顆都長一樣大 太chip 欸這可以剪掉 沒有這事情 所以你看嘛 有些拿過的菜 桌菜 它是有問題 你有說買一顆五十塊 還有醬汁那個 應該都是灌的吧 都是 你買這些便宜貨 不是都不能買 就是你要知道你吃的不是真的東西 像你喉嚨通常要買什麼 比如說有的是螺 有的是灌漿的 有的是組合成的 有的是貴妃鮑啦什麼 它有各自 它都叫鮑魚 對啊我都可以找 可是現在好像不行這樣 罐頭不至少罐頭要 他會民視 罐頭就是渦螺嘛 對 你要說螺頭 木瓜螺 南非鮑魚 那個都不一樣 好啦 那這個郭師傅 對這個觸犯天條的事情 意見表達是這樣子 沒有啦 人的問題啦 不要怪觸犯啦 聽了不開心就不要訂閱他 我們是沒有立場 都只有他有立場 以上節目 不代表本台立場 沒有這樣吧 都是我立場 他一個廚師 沒有啦 一個資深廚師 他的一個想法 對我並不是說 一定要這樣 不要弄害我 到時候來我爹地吃飯 牛飯